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来中日关系陷入紧张 特别是在八月底的时候 中国军用Y9情报收集机 在长崎县附近侵犯日本领空达尔坟中 为此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紧急升空 日本政府也对此向中国政府提出严正抗议 要求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起此事时 强调中国无意入侵任何国家的领空 他同时指出中国与日本正通过既有渠道保持沟通 这起事件引发人们关注与担忧 外界质疑中国对日战略是否会发生重大变化 从这起事件出发 日经新闻资深编辑专栏作家中泽科22日发表一篇题为 中国针对日本台湾立场打冲绳牌的评论文章 内容注意到9月初中国做出的又一个史无前例的举动 文章引述一位熟悉两国关系的研究人员爆料 中国现在已将其对日战略瞄准了冲绳 并且即将迈出有史以来的第一步危险的一步 香港星岛日报9月3日报道称 大连海市大学计划设立琉球研究中心 对冲绳进行研究 琉球群岛是日本最西部的县的旧称 从1429年到1879年 这里曾是琉球王国长达450年的历史 如果成立的话 这将是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中 第一个专门研究冲绳的研究中心 中国多家社群媒体证实 9月1日召开了琉球研究中心筹建会议 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 中国顶尖学术机构的20余名研究人员 参加了会议和武汉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隶属于国务院、中国内阁和政府权力中心 在北京设立琉球研究中心的动机是什么 香港报纸文章的标题提到琉球牌 暗示中国正在准备提出 冲绳作为日本一部分的地位问题 作为警告东京不要干涉台湾问题的关键武器 此举正值日本和美国加强安全合作 着眼于可能入侵台湾之际 这种潜在转变的先兆出现在11年前 也就是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不久 中国对冲绳的立场进行了路线修正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2013年5月8日发表文章 声称历史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是时候重新讨论了 据称这篇文章是根据北京方面的前提撰写的 即琉球王国是中国明清时期的朝共国 这是《人民日报》首次得出冲绳地位悬而未决的结论 文章甚至以微妙的方式表明中国对冲绳拥有主权 对于日本政府和冲绳县来说 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发展 当时有相关人士透露了文章发表前幕后发生的事情 他们说中共宣传部发出指示 再次讨论冲绳地位问题 意在破坏日本关于东海尖阁列岛 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属于冲绳的论调 《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发表仅几个月前 2012年9月 一场大规模反日示威风暴席卷中国 以回应日本将尖阁诸岛国有化 中国也声称拥有钓鱼岛主权并称之为钓鱼岛 针对宣传部的指示 《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甚至发表社论称 中国应在国际法框架内支持冲绳脱离日本独立 此后再次讨论冲绳地位的问题 在中国持续发酵 至少其中一位参与2013年 《人民日报》文章发表的人士 至今仍处于影响中国 《流球研究方向》的重要地位 这篇文章与最近开设 《流球研究中心》的举措密切相关 尽管时间上相隔11年 十年后 2023年6月4日 《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一篇头条文章 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 在故事中 兼任共产党总书记的习近平 详细讲述了《流球》的历史 包括被称为《闽人三十六姓》的人们 这个词指的是 14世纪末明朝初七从闽地 也就是现在的福建省 移民到《流球群岛》的人 而大连海市大学的背景 也反映了中方设立《流球研究中心》的战略意图 该大学在其网站上 介绍自己是一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 遵循半军事管理的教育机构 这意味着它不受军方直接控制 但与军方有密切联系 为了大学的发展 现已解散的国家海洋局 其只能以移交给中国海警局 以及交通部和教育部参与其中 必须注意到 中国海警队目前隶属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隶属于以习近平为首的 中国最高军事决策机构中央军事委员会 近年来 中国海警队频繁出现在新闻头条中 其船只多次侵入钓鱼岛周边日本海域 并在南海与菲律宾海岸 警卫队船只进行水炮轰击或相撞 另外 大连海事大学坐落于旅顺军港附近 原名大连海事学院 是全国顶尖的海员培训高等学府 已接受了大批来自斯里兰卡 非洲国家的留学生 中国强调在习近平时代要建立海洋强国 大连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7月3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 习近平强烈呼吁实现中国边海空防御现代化 使其坚强有力 在人民日报于去年发表有关琉球的头版文章后 BBC也特别做出专题报道 文章访问到香港大学香港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林全忠 曾在冲绳的琉球大学任教多年的他认为 习近平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 简单与管方人员谈论了管藏的一份明朝遗留手稿 并提及当时独立的琉球王国与福建的历史之举 应该是管方也认为 有意识地选择涉及琉球历史的文本给习近平评述 由此可以看出两个信息 首先北京似乎在强调在中日关系并不和睦的当下 中国跟琉球可以有特殊的友好关系 再来就是琉球地位究竟属不属于日本应该也可以讨论 但是冲绳民间是否乐见琉球问题的发酵呢 林全中教授指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他解释说十年前当时冲绳大报 琉球时报就在社论中批评人民日报 涉及冲绳问题的言论 民间认为东海越来越不平静 中国要负起责任 十年后冲绳的社会及政治没有什么大变动 冲绳社会也没有突然往中国靠拢 林全中还表示 根据他过去在冲绳当地进行的调查研究显示 不愿意独立的民意是过半的 至于北京立场 林全中曾在香港媒体《明报》撰文称 北京应当不会再可预见的未来 正式提出中国不承认冲绳是日本领土的新立场 除非日本未来高度介入台湾问题 否则北京不会贸然打冲绳牌 林全中在港媒分析称 琉球原非中国领土 因此北京即便提出冲绳非日本 能获得什么政治收益仍有疑问 他说北京若未做好相关准备 不会轻易提出冲绳地位问题 但他也补充称 从近年来 中国对东京与莫斯科争论 北方四岛主权问题 采取中立化的态度来看 一旦东亚出现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局 北京会否或如何打出冲绳牌 仍值得高度关注 华府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非常助研究员常委贤责认为 北京针对冲绳的评论或行为 与近年来中国领土扩张的模式吻合 他指出 北京在东海 南海 南太平洋 乃至印中边界等地 扩张军事的手段有相同特点 分别是透过非军事手段 例如基础设施项目投资 旅游业投资 或经济胁迫等手段 扩张中国实力及领土 对冲绳的话 中国可以输出很多旅客到冲绳 让冲绳人赚钱或邀冲绳线知识访问 就日本的立场来看 常委咸称 这是个陷阱 因为中方可以突然禁止旅客前往冲绳 再向冲绳政府施压 帕劳过去也曾发生过类似事情 回到日经新闻的评论 尽管中国当局的举动显示出明显意图 但文章指出 再次讨论冲绳地位与中国政府过去的立场完全矛盾 1960年代 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承认冲绳是日本的一部分 并明确支持其从二战结束以来的美国统治下 回归日本二至1972年 如果中国在习近平时代认真提出冲绳地位问题 甚至会违背毛泽东时代以来 共产党内部的这项传统政策 如果此举被示威 中国准备将海上综合军事力量投向冲绳 地区地缘政治局势将迅速紧张 再加上冲绳拥有许多日美同盟下的美国军事基地 如果中国改变对冲绳地位的立场 就必须做好与美军冲突的准备 因此文章猜测 中国显然准备提出冲绳岛的地位 来反击日本对台湾问题的干涉 但文章也警告 以这种方式将历史研究政治化是危险的 而且此举可能适得其反 在华欧洲企业的心情越来越无奈 这些企业纷纷对中国政府提振经济的计划和承诺 产生了怀疑 甚至开始重新审视他们在中国的业务布局 中国欧盟商会的最新立场文件 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24-2025 如一颗重磅炸弹 揭露了欧洲企业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深层次担忧 美国之音引述中国欧盟商会会长燕茨 在发布会上直言不讳的话指出 越来越多的欧洲公司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营商挑战开始超过投资回报 投资者现在更加严格的审查其在华运营 在中国市场赚钱变得越来越难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资料 2023年欧盟对华外国直接投资 同比下降了29% 降至64亿欧元 这个数字如同一盆冷水 浇灭了许多投资者的热情 中国欧盟商会表示 约三分之二的会员企业在华利润率 已降至全球平均水准或以下 显然 过去那种遍地式黄金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建议书进一步解释了欧洲企业面临的困境 随着许多其他市场提供了更高的可预测性和法律确定性 同时实现了相同的投资回报率 如果继续在中国市场进行先前水准的投资 其合理性将变得越来越难以证明 显然建议书想表达的是 如果你可以在其他地方轻松赚钱 谁还愿意在问题重重的地方冒险 欧洲企业不仅要硬对经济放缓 还要和不公平竞争对手斗智斗勇 这些竞争对手往往能获得不公平补贴 商业环境高度政治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国家安全的高度关注 更是让人如履薄冰 加之长期存在的市场准入和监管壁垒 欧洲企业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中国经济正面临着房地产行业高负债 国内消费低迷和青年失业率高企等多重压力 北京和西方国家政府之间的摩擦 也让企业对未来的贸易战充满了忧虑 值得一提的是 在官方资料显示 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远低于预期后 北京的政策制定者表示 他们准备放弃向基础设施投入大量资金的做法 转而针对家庭采取新的刺激措施 这无疑是为企业加了一层乌云 然而 中国欧盟商会表示 欧洲企业普遍存在承诺疲劳 报告称 此前 中国政府宣布的改革计划 被外国公司视为可信的 现在 经过十多年承诺 基本上没有兑现 人们对中国改革承诺的怀疑正在增加 7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并未出台任何实质性的新政策 这让人更是心灰意冷 会议不但无助于缓解外国企业的担忧 反而表明国有部门的复苏 可能比私营部门更优先 以符合中国更加注重安全的目标 这个信号让欧洲企业更加谨慎 他们不得不投入更多资源 进行禁止调查和合规工作 中国最近修改的反间谍和外交关系法律 也迫使外国公司将更多资源 投入到禁止调查和合规工作中 这增强了其他市场的吸引力 因为这些市场可以提供更多的法律确定性 于是 欧洲企业不得不面临一个痛苦的抉择 是在中国继续坚持 还是寻找一个更稳定 更有前景的新市场 然而 尽管前景暗淡 欧盟商会并未看到 其成员企业退出中国的迹象 德国之声报道 对于汽车和化工行业来说 中国市场太过重要 全世界近三分之一的集装箱出口来自中国 如果不在中国继续投资 那就称不上是真正的全球企业 欧盟商会五月的问卷显示 512名受访成员企业中 44%对业务前景持悲观态度 这一比例超过以往 因此估计 如果北京不扭转局面 这一趋势还将持续 令人失望的是 中共二世界三中全会的结果 也未能给企业带来希望 会后的决定 一方面声称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另一方面 却同时呼吁 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 做强 做优 做大 甚至报告指出 北京还希望提高技术产能 但相关行业已经功过于求 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 让人摸不住头脑 在这个混乱的商业环境中 欧洲企业的心情 就像是坐过山车 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他们曾经以为 在中国可以找到一个稳定的发展平台 但现实却给了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吓 同样的心情也可以在于中国发展的美国企业身上看到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在上海美国商会报告的发布会上 与会者面露优色 报告中一系列数据 如同寒冬里的一盆冷水 浇在了美企在中国市场上的信心之火上 这份调查显示 政治紧张局势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以及国内竞争激烈这三座大山镇压的美企们喘不过气 他们对在华业务的五年前景的乐观程度跌至历史低点 只有47%的受访美企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这个数字与一年前相比下降了五个百分点 创下了1999年该商会推出中国商业年度报告以来的最低记录 上海美国商会主席安高博表示 这种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些因素包括国内需求疲软 通货紧缩 以及企业对地缘政治的看法和担忧 尤其是66%的受访者认为 中美双边关系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而70%的受访者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挑战 不过报告中也有一丝光明的闪烁 例如认为中国监管环境透明的企业比例 从去年的数字上升至35% 不过报告中也指出 认为中国监管环境偏袒本土企业的公司比例升至60% 更令为起头疼的是 有40%的企业正在调整或考虑调整 原本面向中国的投资方向 主要是转向东南亚或印度 这个比例与去年相同 这一系列的转变让人不禁感叹 这些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信心像极了逐渐失去耐心的恋人 随时准备转身离开 总的来说 美企和欧盟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信心如同一条摇摇欲坠的长桥随时可能崩塌 面对重重困难 企业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的投资策略 期望找到一条更为稳妥的道路 然而 无论这条道路通往何处 未来的中国市场形势仍是一片迷雾 等待着他们去探索和应对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敬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